厄罵在痛批心被誓服以托待辩 因为11个报案的关键横向沟通录音档曝光后 市长侯友宜的说法又反复不一 早上才喊要负全责 下午就改口交给司法调查 恩恩爸怒哄根本没诚意 跟指控事情发展到现在 新北市府都没跟他联系 这口气咽不下去 22号深夜又在脸书列出录音档的 其他疑点要求新北市府说清楚 非常糟糕要人命的SOP 却没有备源的计划 但卫生局有没有至高权力的派车权限 你却没考虑要紧急确诊病患的就医需求 其他疑点除了强调制定 新北消防救护SOP的人要负责 卫生局为何失联52分钟 消防局和卫生局人员 是否对病况询问太少 还有质疑为何没公布 卫生局和医院间的录音档 医院当下是否真的不受病患 更质疑消防局第一通电话的接信员 有没有把恩恩危急的情况 确实转达给医院护理师 这位施小姐她都没有说出关键自然 然后每一次的电话 感觉都不知道病程 那病程又更严重 勤务中心的指挥官是谁 然后他们的执行的状况是什么 侯市长一定要带着他两大局处 首长 黄局长 消防局黄局长 卫生局陈局长 一定要为此事负责跟道歉 恩恩爸也点名市长侯友宜 正想负责就要发起市府内部行政调查 提供四月底市府内部调查报告 及给疾管署的调查报告 三分都必须要摊在阳光下 媒体蜂涌上前追问 侯友宜还是不回应 不过他在脸书贴文强调 对于恩恩案绝对感同身受 未来会配合司法调查 不过也相信市府同仁已经尽力了 没有正面回应恩恩爸的七大疑点 双方各说各话 民众想知道完整真相 恐怕只能等司法调查给答案 华语新闻送句 赛宇之林嘉倩陈品真 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有办公司 也访问 我们在这儿放浅中 我们开启小铃铛 或者预防 并开启小铃铛 如果开启小银子 我们可以联明 加一小铃铛 下启小铛 转发 好 这儿放在你 这儿放入 一小铃铛 转败新闻 下启小铃铛